首席 一些青年我тор生在新蒙江 煽動工人占領工廠 因為當年經濟崩潰 那些人要交貴 交貴水費 那我們就叫那些人不要交水費 不要交租 然後後來就派傳單叫那些工人 我們要爭取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好像大家 要爭取一個 剛才那個叔叔 是不是 我們不是要政府賠錢給我們 是不是 我們要一個尊嚴的生活 當時我年輕 我不是很懂得說那些 但我們覺得就是 有一個尊嚴的生活 就是要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 當時我爸爸媽媽都在新浦江那裡 就是要七點多 回到晚上十一點多 有一天我派傳單 就見到一隻肥手接著我的傳單 看看原來我爸爸 我爸爸問我你在搞什麼 我說搞什麼 那時候他拿來看看 然後跟著他說 佔領工廠 我們現在早上七點鐘 回到十一點了 佔領工廠 即是二十四小時 很辛苦 我爸爸就是從一個這樣的角度出發 然後他見到我很失望 我爸爸很疼我 所以他就 算了 你給我一些傳單 回到工廠派一下 看看我的工友肯不肯佔領 肯佔領 我們一起佔領 當然沒有這件事 然後過了幾多年 當年是一九七四年 當年大家記得有一群年輕人佔領了這個和牛廣場 是不是 一段長時間 當然很多人抹黑他們 又說他們搞什麼什麼什麼 但如果你曾經經歷過 跟他們一起生活 你就知道 其實他們都是爭取一個有尊嚴的城市 他們清場之前那晚 我在那裡過夜 然後跟著到早上 我就見我爸爸慢慢走過來 他死了 但是他經常回來找我 那天他回來 拍下我的肩膀 就是我來支持你們 我說你怎樣支持 他就走去那群年輕人面前跟他們說 當年我兒子叫我佔領工廠 我不會佔領 就是笨 現在我來支持你們 你們佔領這個黃銅碼頭 是正 那說完呢 他就跟誰 到街上曾造才 走去喝茶 因為曾造才曾經都在黃銅碼頭 跟這個 那個 林鄭月娥聊天 林鄭月娥就不相信 因為他聽不到 我就告訴他 曾造才告訴你 林鄭月娥 一個城市 之所謂 一個城市 我們一定要讓那些死了的人 他們回來的時候認得 他們生活過的地方 他們要觸摸到 他們平常觸摸到的東西 杯盆碗碟 如果他們在過了生的一段時候回來 那個城市已經不是他們生活的城市 他們就會變成孤雲野鬼 所以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有很多孤雲野鬼 是啊 不過不要緊 他們不會騷擾你 怎樣都好 我老爸又回來呢 去撐一幫年輕人 現在國際新聞罪行是哪一件事 佔領華爾街 但是我想我老爸都去了 哈哈 大家知不知道 為何他們要佔領華爾街 是不是 在鏡頭裏面 很多時候我們仍然看到衝突 看到這個 所謂暴力那些東西 但是呢 其實整件事能夠維持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你不能夠天天跟警察打 你是有幫人在裏面 他們在裏面學習 去認識 什麽為一個社群的生活 人怎樣建立這個互信 就好像在這裏 所以 我聽了這麽多故事 其實都是回到那件事 一個社群裏面 怎麽樣建立 人那個 人民的精神 人和人怎樣去生活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三年前過世 我們年青那時 常常都討論 什麽叫做一個理想的社會 有一日我們去露營 早上起床 那時我的露營很差 現在那麽多東西 那些營還是繁布 背到豬頭那種 起床 想做早餐吃 怎料發覺我們所有的火柴都被濕透 那麽不記得拿回營 那麽見到沒有多遠那裏 有一班人在這裏露營 又起一生 我們就過去問他們借一盒火柴 那麽他們借了一盒火柴 那麽他們借了一盒火柴 給我們就說 那麽你們拿去洗 那麽這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叫父老病 他就說 那紅仔 這些就叫做理想社會 那麽可能會拿醬 那麽可以考煉 那麽他們拿回營 那麽大丈夫 那麽 我沒想到 快樂 這麽